人物国化创世纪 中国人物化经典样式的演变 我们一起看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 以至隋唐五代的几十副大师杰作 大多以人物化为主 温固而知心 接下来我们就回顾总结一下 从两晋至五代中国人物化的经典样式是如何演变的 在中国美术史上 顾凯之是有名有姓并有图像流传下来的第一位画家 他的线条粗细一致被称为春蚕土丝苗 代表作品落神不图 南朝梁国张僧尧独创凹凸法 利用线条的浓淡对比表现人物的立体感 二十八秀神行图是他的代表作 唐朝严历本笔下的人物神态开始有了个性 构图上采用主大从小的方法 突出主要人物的高大 在历代帝王图中 皇帝很明显要比随从高大许多 画圣吴道子的线条则粗细变化明显 动感十足 像被风吹动一样 吴代当风由此而来 这种线苗技法叫蓝叶苗 他的宋子天王图中 可以感受到这种线条的变化 唐代宫廷画家张轩笔下的侍女形象都很丰满 如他的代表作品《导链图》 后人概括为风肥体 唐代另一位宫廷画家周访的侍女画中 女性的装扮更加富贵华丽 他的侍女画样式被称为周家样 这是很高的评价 代表作品《沾花侍女图》 到了南唐 周文举独创用颤动的线条来表现依文 后世称为占笔水文苗 代表作品《宫中图》 南唐画家顾红忠奉后主李玉之命 卧底韩熙仔府中 创作了一幅宏大的叙事画 写实画 韩熙仔夜艳图 南唐画院另一大画家赵干 在他的江行出血图中 通过描绘于夫脸上的夸张表情 反映瑜伽生活劳苦 这种手法近似西方的表现主义 五代前属的画僧冠修擅长画罗汉 他将普通人的面孔转化为宗教造型 代表作品《十六罗汉图》 这部作品影响了日本绘画 通过梳理以上人物化的样式演变 我们可以总结得出 第一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艺术大家 他们的绘画都在创新 他们都跟前人不一样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力 第二 大师们对前人的绘画技法是有传承的 传承之上才有创新 开拓出新的技法 新的表现手法 第三 每一位大师都是画自己 表现自己眼中的大千世界 表达自己的悲喜情怀 他不会跟其他人画的一模一样 如果有某个画家画的跟前人一样 那他根本就不会在美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后面我们还会反复看到 吴道子的线条和顾凯迟的线条不一样 赵干的人物和顾鸿忠的人物也不一样 他们画出了自己的特点 时代的特点才会轻始流明 我们现在讲万众创新 不仅艺术要创新 做很多事都要创新 科学发明不用说 生产制造 商业经营 无一不用到创新 创新的路径 大家是不是能从中国美术简史里 得到一点启发呢 好了 第一讲就到此结束了 以后小朋友大朋友们去美术馆看中国画展时 一定要把你学到的讲给别人听哦 下一课我们一起来看山水画的发展与创新 包括伟大的宋画时代 大家再见 下词 下词